188日 《信報財經月刊》 《氣金融界高值沉攝影夢》 《牛津尖指在香港安張地盤發現尾》 2015年7月1日訪談六匹 144至147馬如風尋夢 多摩魯掉牙的生存口號 最終卻被買樓上車、賺錢發達 消費主義消費掉 年輕人失去了活力、失去了理想、失去了執夫 青春懷末結束,已在融融綠綠 目標短視的環境中度過半輩子 有多少人能不忘初衷、堅持夢想 尋夢,究竟要付上多少代價 很多人把理想與夢想分割開來 理想是用來達成的 很實際,夢想最好永遠是夢想 不設實際,不者眼前者位被訪問者不善於精神分裂 他的理想就是把夢想達成 而且他做到了 今心情願地放棄高薪效益去追尋攝影夢 有種被人小我太瘋癲 我笑他人看不穿的風範 攝影,是在紀錄和創造歷史 網同G.V. 的攝影作品 名是有感而發 來自馬來西亞的他一身鋪衣衣和有限褲 腳踏一箱尖滿泥寧的工業鞋 原來他已經因爲要受訪而回酒店換過行裝 早一天的我更垃圾呢 一箱尖滿泥寧的鞋過去一年多 赤匹各機場入境處的市工場地 銅鑼灣黃金地段的修路現場 中環灣仔繞道連接路的在建隧道內 舊啟德機場沙塵滾滾的田海區 摩天大樓的玻璃幕牆外 都有過他的腳踪 他試圖利用鏡頭記錄了22個香港大型機建工程 榨拍他們的一輪一爪 用鏡頭呈現副藝術感的建築世界 同時為在工業以外身故公有家屬籌款 其實,明真的不需要台後 電的攝影器才狼背跳過淚寧 更不需要利用在烈日避汗水滲盡的眼睛找焦點 更莫說要衛生計而籌唱 十六歲已於牛津大學畢業的名 獲得物理學碩士 隨後他與英國及爬走多間跨國金融企業爬到了高位 可是,這位本應在冷氣房內指揮大局的金融財進 並未滿足於高薪效積 夢想的呼喚連他甘願放下一切 華麗轉身 沒有離開過快門的手指的確是經過一番掙扎 父母也曾經不理解和反對 這位尖指露出了一個掘強的眼神 我當時為居要職,但卻不是我想要的 我要為自己要走的路負責 有些時沒有做過我怕會後悔 有什麽比人生有陷更難受 他決定裸辭之前 在跨國的麥當勞當高級行政董事 在之前他曾擔任過私募基金的行政人員 主公收購與合併,八年前轉行 上司力流都不為所動 明知道自己要面對一場近乎賭博的考驗 幸運的是他的漂亮履歷同事也為他儲備了任性的彈藥 在機緣巧合下,他接受了客戶的邀請 加入了Jet Images 明至2011年尾開始全職頭新攝影工作 正於拍攝與企業、建築、奢侈品及藝術品有關的相片 客戶包括力鋒集團、積甲品牌及凡克雅堡、 Swatch集團、日產汽車、Hedges Castrier建築、 單下建三建築師及其他馬來西亞的大型企業 2012年之前,攝影是我的全職熱情和副業 他棄藥,事實上,十八歲與攝影的完後 他的手指從此便沒有離開過快門件 閒下時的所有時間投放在攝影及設計上 攝影已超越了一份工作 而是我的熱情、心如猶豚團火 令人興奮的安裝之地他指出 每位攝影師的願望就是能創作出一種 別人一看便認定的個人風格 他也不例外,並強調自己的創作靈感來自方方面面 包括傳統攝影理論、抽象畫、甚至電影和動畫 2013年,他開始以導演及分鏡腳本編寫人身份 為數間大型企業製作影片 包括入產汽車及Sunway 名譯於世界不同地方開辦工作坊教授攝影 並建立一個廣受歡迎的攝影群組 他在此平台與其他國際知名攝影師分享他的作品 意念及對攝影的追求 名言正專注於追求精偽印刷的最高境界 從而將攝影意念臨離盡自地呈獻給觀賞者 近年,他的大項目都市在香港 今年6月便在灣仔藝術中心包市畫廊開過一個名為Connectioning 是 的展覽 展出92幅進和期下22個香港大型基建工程項目取景的相片 以四個主要範疇人才、規模、細節及成果為主題 欣賞專業攝影師如何用鏡頭呈現一個與別不同 並充滿藝術感的建造世界 作品同時作次線拍賣、提建造業關懷基金和LiveWire戶 聯網籌款、問他在港的地盤遊記有何難忘事件 他不費思量即心情繪畫、非常多、非常多 在種種他預為令人興奮的安裝之地 Exciting dirty places 在鏡頭下會看到不一樣的風景 很多人走進一個建築地標 總是會時作當然take it for granted 你從不會回想他建造的過程會遇上多少困難 他要花多少人力物力去克服整個過程 當他轉進會展新翼的一個在建隧道時 才觀察到便經探會展就進建在兩支巨柱之上的一條橋 中間究竟如何承托整個建築物 其獨特的飛鳥展翅形態 廿令其成為香港區海邊建築群中的代表者 可想而知背後的設計理念 與實踐絕對是不可思議的 那是建築的力量 有趣的是促成這次善舉的人 是另一位攝影發燒有彭一邦 他是進和集團的副主席 在網上關注到明先的作品後 便請他合作 彭一邦亦特別貢獻出十二張攝影作品作善詞拍賣 包括他在中通拍攝的建築物 彭一邦希望攝影與建築結合 讓更多人可以從照片中看到建築的尾 同時提升建築業在市民眼中的地位與形象 一條通往極樂的天堂路後悔放棄事業而轉行嗎? 筆者問明 沒有 我肯定如果當初我沒有放下事業 今日才會後悔 I have been lucky enough not to regret it 他答得堅定 眼睛景景發光 事業於他 除了金錢上的回報外 成功感和團在感更重要 正所謂千金難買心頭號 又到七月 新學年的畢業生正在為自己的前路而籌謀和將羅 或許是籌存滿志 或許是患得患失 更有可能是迷迷茫茫 明先以過來人身份 向即將投入社會的朋友分享一番心底話 不要怕為自己前途做抉擇 放膽做自己喜歡或認為對的事情罷 不要令自己後悔 只要你可以專注地做自己的興趣 都可以變成為一門事業 尋根重要 歷史也很重要 Origins are important History is important 近年 明也開始在家鄉馬來西亞拍攝本土知識 希望從而了解自己居住的社區 透過鏡頭尋找自己的根源 他認為這是一個人成長過程中非常重要的 再問 尋夢 究竟要付上多少代價 有人認為是全部 有人認為微不足道 從明先滿足的笑容告訴大家 那是一條通往極樂的天堂路 不是一種買賣或等價交換 而是一種個人選擇 明先小檔案明先是一位對攝影充滿熱誠的國際商業攝影師 憑借如十年的攝影經驗 正於拍攝與企業、建築、奢似品及藝術品有關的相片 客戶包括進和集團、力豐集團、職格品牌及凡克雅堡、Swatch 日產汽車、Hidges Kastry建築 單下建三建築師及其他馬來西亞的大型企業 他早在16歲時已於牛津大學畢業 獲得物理學碩士的他 隨後於英國及下走多間跨國金融企業位居高位 然而 明將所有時間投放在攝影及設計上 至於2011年尾開始全職投身攝影工作 而2013年 他開始以導演及分鏡腳本編寫人身份為數間大型企業製作影片 包括入產汽車及Sunway 明亦於世界不同地方開辦工作坊教授攝影 並於攝影群組其他國際知名攝影師分享他的作品 意念及對攝影的追求 讚文、攝影馬如豐本刊特約記者圖片部分 由受訪者提供 感及刺激